一提到子弟恋始祖,就会想到民主持人曹启泰和女星夏玲玲,当年分期还没那么开放,再加上夏玲玲有过一段婚姻,两人并不被大众看好,甚至觉得他们婚姻绝不会超过三个月,如今一转眼38年过去了,他们两人究竟过得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们的故事 据报道,夏玲玲当年与香格格角色红极一时,又因出演台式综艺《小人物狂乡趣》,获得第15届金钟奖喜剧女演员奖,嫁给曹启泰后,她几乎吸引,一家四口移居新加坡生活 当时曹启泰经商欠钱,惨赔1.6亿元,是她不离不弃,独自带大孩子,成为老公背后最坚强的靠山 1975年,夏玲玲在台式的轻装连续剧《金玉园及金玉门》中,因饰演主角香格格红极一时 1986年,夏玲玲受到歌手高龄峰的邀请主持华氏综艺节目《钻石舞台》,这是夏玲玲第一次执主持棒 但夏玲玲主持一个月,《钻石舞台收视率未见其色》 再加上制作单位对曹启泰帮她写的短剧剧本有意见 她主持没多久,以收视率未见其色为由请辞主持 但这段经历却促成了她与曹启泰的爱情 夏玲玲曾和朱建顺结婚,育有一子皮皮 在1983年离婚,事后与知名主持人曹启泰闪电结婚 因为夏玲玲与曹启泰是姐弟恋,而且交往一个月就宣布恋情 引起当时许多议论,外界普遍不看好 也有人宣称这段婚姻不会超过三个月 面对争议曹启泰也有回应 她表示爱一个人就要一生一世 不能朝三暮四,下辈子还要娶她 实在是非常痴情的一个男人 曹启泰当年除了在综艺节目《莲环炮》中精湛的表演外 靠着琉璃的口才加上妙语如珠对话 吸引不少粉丝喜爱 当时两人交往半年就不上红毯 在那时名分保守的台湾来说 由于女大男小的组合在当年算罕见 引起不小的声浪 后来夏玲玲选择急流永退 在家相夫轿子当个好太太 本来不少人不看好这段交往半年就闪婚的恋情 夫妻俩不为流言蜚语 用行动证明他们真挚的爱 婚后欲有一子一女 曹启泰曾接受媒体专访 谈到这段婚姻 笑称如果不是大家骂 老天爷不会那么可怜我 让婚姻这么美满 夏玲玲在最红的时候 不顾一切嫁给小她十岁的曹启泰 两人不只是姐弟恋修成正果的始祖 也创了在那个保守年代中 交往半年就闪婚的先例 近年来 难得露面的夏玲玲接受访问时 也罕见提到自己的近况 很少公开露面的夏玲玲 仅多年前和老公逛卖场时被拍到 她当时就表示 自己不想付出 几年前她再次现身 则是为了送别好友陈丽丽 只见她面容憔悴 难掩悲伤 低调出席丧礼 她嫁给曹启泰后 几乎吸引 一家四口移居新加坡生活 曹启泰甚至拼命地赚钱 还说与债券成为好朋友 不仅如此 曹启泰向她的妻子保证 如果他们有一天离婚 她只穿着内裤 带走一美颜 其他都留给夏玲玲 很多人不懂 当时事业分头正好 为什么夏玲玲 毅然决然地退出演艺圈 放弃自己的事业 原来当时曹启泰经商欠钱 惨赔1.6亿元 是她不离不弃 独自带大孩子 成为老公背后最坚强的靠山 很少公开露面的夏玲玲 曾公开表示表示 自己不想付出 即使有城市邀请她 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没有价值 曹启泰的人生经历也相当丰富 20岁时曹启泰就因为机智反应 踏入演艺圈反应快 会讲话的出色表现 让她年纪轻轻就获得主持金马 金曲奖等大型颁奖典礼的机会 她经历过事业的精彩辉煌 也遭遇过人生的惊涛骇浪 无论何时 她总是潇洒自如 嬉笑怒骂间透露出大智慧 人生巅峰处 她微笑处之 淡定从容 画出人生绚丽 遭遇低谷时 她韬光养晦 低调奋起 用高尔夫为自己疗伤 于她而言 人生像一场游戏 你不能不玩 只能决定怎么玩 而高尔夫亦是一场游戏 你能够借此认识自我 理解自己的生活程度 大学毕业后 她先在电视台打杂 后成为台湾两大电视台的名牌主持人 做上了主持台湾大型晚会的第一把交易 1994年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出版了第一本书《结婚真好》 因此成为了台湾的婚姻偶像 婚后的曹麒泰一度投资失败 背了6000万债务 整整有5年时间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乐观的她并没有被击到 反而得到机会到新马主持还清债务 她曾表示就当上了一堂昂贵的创业课程 为了偿还债务 她努力工作 还放下自尊到处借钱 后来一居上海逐渐淡出台湾演艺圈 有一次她作为嘉宾参加了康熙来了 她的表现在这个综艺节目中 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 有网友说 看到她作为这个节目的嘉宾 第一次觉得这个综艺节目 根本不需要主持人 她一个人就能把整个观众喷起来 在节目中 她很有梗 很搞笑 真的很有意思 曹麒泰不仅是一个公认的 拥有出色专业能力的主持人 还是一个完美的好人 当时妻子被前夫抛弃 独自留在国内 带着孩子偿还前夫欠下的巨额债务 起初 她的前夫是一个富商 但她没想到 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亏损后 会欠下债务 没想到的是 在发现自己背负巨额债务后 前夫选择了独自出走 将妻子和儿子留在了中国 和她结婚后 她把前夫生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孩子 同时帮助她偿还前夫欠下的债务 而夏玲玲也回应了曹麒泰对她的爱 选择直接退出娱乐圈 这样她就可以安心在家 叫老公和儿子了 两人之间的感情 真是令人羡慕 曹麒泰还出了一本 《结婚真好》曹麒泰321宣言的书 乐于分享感情观 同时她也分享经营婚姻的要点 就是要有心有趣 让平淡的生活充满许多乐趣 曹麒泰透露 老婆非常好学 曾在空中大学念了四年 笔记写得密密麻麻 让她非常佩服 夏玲玲也自豪表示 从来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 风雨无阻绝对出席 是老师眼中的模范学生 一定准时交作业 夏玲玲在21岁进入演艺圈 曾拍摄过多部电影 包括在意大利拍摄的琼瑶电影 《人在天涯》 也曾拍摄《大地飞鹰》 《五花剑神》等古装片 1977年 古龙小说《绝代双娇》改拍为 台式连续剧《绝代双娇》 古龙原属于夏玲玲 演出女主角铁心蓝 后来夏玲玲则是反串男主角江小鱼 夏玲玲当年出演 《小鱼儿》一角时只有24岁 正是青春靓丽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小鱼儿》是男性 夏玲玲一个女孩子饰演小鱼儿 这不得不说导演很大胆 可是《绝代双娇》播出后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夏玲玲饰演的小鱼儿 则成了最大的看点 本就是女性的她 饰演古龄精怪 又搞笑幽默的小鱼儿 可谓是姓首年来 如同量身定做的一般 看过这部剧的观众 都非常认可她的小鱼儿 夏玲玲此后还接派了金庸小说《鹿顶记》 一人分饰两节 演绎康熙和韦肖宝 相同的反串路数 同时获得巨大成功 她拍摄《鹿顶记》时 越发娇俏可爱 迎拍圆脸加上小巧五官 观众员十足 夏玲玲和陶大伟 孙岳主持台式喜剧综艺节目《小人物狂乡趣》 并参与其中的短剧演出 夏玲玲并因此获得第十五届金钟奖喜剧女演员奖 《小人物狂乡趣》以多噱头与快节奏 使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夏玲玲、陶大伟和孙岳也因此获得许多喜剧电影的通告 当她再次现身 则是为了送别好友陈莉莉 当得知永远的小王爷陈莉莉促世后 夏玲玲去参加了追思会 陈莉莉的侠女性格 身前交友广阔 夏玲玲特地到灵堂前致意 陈莉莉虽和夏玲玲没有在戏剧上合作过 但陈莉莉当年曾到新加坡 当时住过夏玲玲草启泰的家 陈莉莉和夏玲玲已久会友 相谈甚欢 自此建立身后友谊 夏玲玲在灵堂前哭得十分伤心 哀伤中还有更多的不舍 感叹好友陈莉莉走得太早 太快 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 夏玲玲她当时已把生活重心移回台湾 但不想复出 陈莉莉在华市拍过许多 快职人口的戏剧作品 包媚陈莉华也曾在华市任职 陈莉华以前的长官及同事 今天也到灵堂悼念 包括华市前总经理林登飞及夫人 当年从华市跳到民事的前总经理陈刚信及夫人 自身演员陈慧 诗心慧 江斌 杨怀明 谭爱珍 周丹威 王满娇 侯立芳等 以及华市总经理郭建宏 场面感人 小王爷的璀璨一生 永留亲友及影迷心中 而曹启泰与夏玲玲婚后的生活十分低调 所以鲜少有消息传出 婚后的夏玲玲也很少再出现在大众视线中了 两个人都把重心放在家庭上 共同经营起这段婚姻 这也是两个人婚姻保鲜的秘诀 两个人之间的婚姻也走过了多年岁月 结婚之后的夏玲玲也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一家五口生活得十分幸福 两人至今结婚38年 感情依旧甜蜜 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给大家看 是九见人心 如今夏玲玲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提起了 但是她与曹启泰的感情也是让人羡慕 满满的都是幸福的模样 祝福他们能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